仔细研究大豆生长过程 分析细菌变化数据 这是林汉明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 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工作日常 自1985年本科毕业后 林汉明远赴美国修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1997年他学成归来回到香港 开启自己长达27年的科研生涯 近日 他在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 做种植物研究是自己的初心 2023年5月 林汉明团队所提供的 大豆固蛋菌菌株 根流菌和龙黄大豆实验样本 分别由天舟6号霍运飞船 神舟16号载人飞船搭载升空 并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天宫 回忆起发射当天 林教授感触良多 那时候是第一次我们有机会 那么近距离看到火栈升空嘛 而且里面有带了我们的实验样品 心情激动的 其实在场人都在宽呼 然后大家就说我们的火箭升上去 就期待回来的时候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材料可以做实验 他就马上就想起来 将来东西回来的时候杀人更大 所以一方面很兴奋 从来未遇过 也许我们香港的团队一起很好的经历 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 将来来说要好好的把装品做好 作为一个示范 让我们香港的更多的科学人员 能够参与国家的商务 林汉明表示 之所以把根流菌和龙黄大豆送上太空进行实验 短期目标是通过观察农作物在太空中的变化 以便培育出能够适应恶劣生存环境的新品种 长期来看 这一举动的价值在于探索太空中 人类粮食实现自给自足的可行性 而在地球上 林汉明的大豆项目也在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部分地区落地生根 2022年的时候巴基西坦驻香港的领事角舞 谈了一下能不能在农业上面 能够支持一下巴基西坦的发展 结果我发现我的水塞在 就是以前的薄荷就在那边 然后我跟他联系起来 他就说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月 他说2022年的时候 曾经达到75度的高温 他说当时他们本地的大豆存起 他说只有我给他那几个能长 所以他很高兴 然后所以他们到2023年时候邀请我过去 他说让我亲眼看一下 而且希望我做一些培训 帮他们的学生做一些培训 我都做了 然后我发现他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希望通过这些新大豆来改善当地的土壤 同时是培训一下摩西龙妇女 让他们可以提升一下地位 因为他们能够从知识里面来改变命运 从巴基斯坦回到熟悉的香港 林爱明作为本地中学课堂的常客 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内地游学 他经常教导孩子们要好好了解自己的国家 因为我经常去中学讲演的 我讲了一百多次 后来我跟他们很熟嘛 他们很多时候要不要跟我去看一下 因为我给了图片他们觉得很漂亮 但是亲眼看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 所以我就 我这时候去中学讲演 这时候教他们种一下大豆 他们做得不好 种到小吧 但是他们跟我去一趟 我去了三次了 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好处就是 我们跟内地可以很很随便的交流 而且他们也很欣赏我们的 也让我们香港的学生多了解 只要回来的话 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里面一部分能够 为国家做多一点贡献 也到外面去 善言一下这个科技啊 中国的发展 林汉明表示 未来他将继续研究大豆种植 同时通过科教结合的理念 发掘培育人才 教育下一代的时候 不是说我手把手的把我所有东西给你做 是解决了 而是是要花费每一个人的特长 每一种不同的作物 他出来的特征都不一样 但是能够小心去做 因为关该的条件不一样 不能用一套方法 用到不同的人身上 把两个中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啊 科研理念都结合起来 创造自己一套教育跟科研的方法 锻炼一些特殊的个人的科学家 利用我们社会机缘 去做社会需要的东西 很好 我希望每一个学生 最后都会找到他自己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kung